5 4 3 2 1 结果 北京时间5月30日九时许 深周16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载贺专家桂海潮作为首位从高校选拔的航天员备受关注 在桂海潮任教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百名师生通过直播共同观看发射现场 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嘛 毕竟是我们北航的第一位航天员 因为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所以就会感觉我们与航天员 以及这样的一个飞天任务距离可能更加近一些 突然身边就有这样一位良师异友吧 可以说成为了航天员 还是第一位载贺专家已经上天了 非常激动了 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吧 也是他是我们的骄傲嘛 就是身边的人能上太空的话 说明咱们国家这个航天技术 确实也是在进步 直播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桂海潮笑容灿烂 发射过程中多次与身边队友握手 表现得很轻松 期间还感慨做火箭太爽了 这在他的同事眼中看来并非偶然 做火箭太爽了 桂老师很风趣很有很有意思 然后另外就是做事情很认真 这个很有动力很有激情的一个人 他非常的乐观开朗 然后对人非常的真诚 很快能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就是人缘特别好 作为从数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首位赛赫专家 桂海潮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他的同学同事给出了答案 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梦想 或者有一个目标追求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对我们的这种航天人 对我们的北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工作当中他非常有任性 他的书就翻得就很旧了 然后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这种笔记 就非常认真 首先他很专注 学习东西的时候非常的专注 另外的话他为人很好相处 就是我们说这个智商情商都很高 再一个就是他硬件条件好 身体好嘛 在同事眼中 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师 桂海潮的责任感很强 他确实对待这个事情是一丝不苟的 那就是说他指导学生的时候 包括他在航天训练这两年 他在线上指导学生 那么他的学生给他发这种论文 就是他是改得很仔细 包括这个里面的公式都会帮着推导 然后的话要求也很高 最近联系就是昨天 昨天下午 然后通过微信 首先是感谢了我们这个 可敌组师兄弟的支持和帮助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一起继续努力 然后把我们老师的 所至爱的这个航天事业传承下去 作为唯一一名来自高校的赛赫专家 代表中国出征太空 桂海潮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 对我们北航人来讲 对于我们宇航学院人来讲 就是一个理想照进现实的这样的之旅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希望桂老师能在空间站 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开展一次 生动的这种线上的教学指导 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也希望有 我也会以他为榜样去 继续努力学习 努力工作 希望在以后可以坚持锻炼身体 就是看自己也有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登上太空 希望我们也能够追随他的脚步 就是我们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成为我们的榜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